除了获惠匹配还有肠子的事 有些朋友的咳嗽就跟便秘都绑定了 第二类的这种的 那我们马上来帮忙 自路应该还是双管齐下 标本兼治 是不是肺和肠 得一起给他治疗一下 没错 就这五样 瓜楼 杏仁 戒梗 指的鞘 加上生白猪 这五个药 这五味小药确实是 看起来不是那么容易好认的 为什么淑恒老师用了这五味小药 要解决咱们便秘跟咳嗽绑定 肺气虚引起的便秘 在临床当中这种大便 可能不是特别干 像有的患者说 我的大便像阳分蛋似的 那像这种可能就不太适合 肺气虚的大便 可能不是特别干燥 排除比较费劲 就感觉用不上劲 没有劲 腹部没有劲 这是它的一个 气虚便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那这样的话 就从双管旗下标本监制的思路 王老师给出了五味小药 瓜楼 杏仁 戒梗 纸壳 加上生白猪 五味药哪些是用来通便的 哪些是能够补肺气的呢 互动群里有位朋友叫咖啡先生 他说以前吃过的止咳药里边就有杏仁 那它应该是补肺气的吧 杏仁是入肺的 行气止咳平传 杏仁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凡是一些仁类物质 中医来讲都是含有一些脂肪 脂类的东西 那么脂类东西就是一些油脂 所以说这些油的东西就能够润肠通便 所以说一些仁类物质 它有丰富的脂脂 它能够润肠通便 我记得以前说这个杰梗好像是能治咽炎 那就是管咳嗽呗 那它说管咳嗽是不是就应该是入肺的呢 没错 是吧 杰梗它能够入肺茎 宣肺止咳平传 另外一个药就是刮楼 刮楼它能够清热化痰 有痰阻的 刮楼可以去痰的效果比较好 另外刮楼还能够通便 作为刮楼来讲 既可以治疗咳嗽 同时它又可以通腐气 五个药还有剩两个 还有一个纸鞘 一个生白竹 这个应该是跟大肠有关系的吧 没错 是吧 因为生白竹以前我们说 好像是有名的健脾的药 一定要记住 它不是炒白竹 是生白竹 那么炒白竹偏重在健脾补气 但生白竹也能健脾补气 但是生白竹当中 还有一些润滑的 所以说大剂量的运用生白竹 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 润肠通便的作用 生白竹一方面可以健脾一气 能够补肺气 另外生白竹还有很好的 润肠通便之功 所以一定要用生白竹 纸旗能够行气 就像一些辅障 辅障的话 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礼气药 其实纸壳就是非常好的一味药 它能够行气 嚣张 出满 这五样药分别用多少呢 怎么配啊 瓜楼用20颗 芥梗10颗 杏仁10颗 生白竹可以计量大一些 30到50颗 纸壳 纸壳用10颗 煮水呗 对 用水来煎煮 那如果要缓解和便秘绑定的这种咳嗽 需要喝多长时间呢 一般来说呢 我们就喝一粥就可以了 喝一粥如果缓解了 那就继续再服用 以痊愈为度 如果效果不佳 建议呢 到医院去诊治 说白了呀 现在我们在讨论呢 不管您是这个没有食欲 还是便秘啊 都是由长时间的咳嗽 导致的废气虚引起的 如果我们把废气虚这个事呢 提前调整好 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 废气虚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 少气 懒盐 乏力 没有劲儿 像补废气最好的药物呢 可以用点黄芪 补废气是比较好的一个药 就一味黄芪就可以吗 一味就可以 用什么样的剂量 可以30克左右都可以 是泡水还是煎煮 还是怎么用呢 当然中药药发挥作用呢 当然它的有效成分要出来 所以你泡水 它的有效成分可能融出的比较差 建议呢还是把它煮开 煮开之后呢 它有效成分会充分的溶解出来 这样呢会有很好的疗效 喝两周就可以 好中医好中药 认准百草益寿 百草益寿重要房的大伙子